1月27日搭乘神舟十六号飞船 遨游太空的8696例稻虾米专用品种种子 在湖南南县顺利完成交接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百雷扬表示 该院南县稻虾米产业研究院 将全面推动航空育种科研公关 开展下一步试验种植和后续评价鉴定 挖掘新基因新种制 促进洞丁湖地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农民增产增收 百雷扬介绍 生物种子航天搭载实验 是太空育种的一项重要技术 相比传统育种技术 该技术突变频率高 范围广 有望在短时间内 创制出高产 优质 抗病等优良种制资源 2023年5月30日 南县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专用新品种 随神舟16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 并于当年10月31日随神舟16号返回地面 历经高真空 微重力 强辐射太空环境的促炼 湖南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强表示 近年来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 持续推进稻虾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目前 南县稻虾米已获凭中国地理标志志明商标 第107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特等金奖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231.1亿元人民币 我们将以全产业链的思维加大科技投入 开发出更多的南县稻虾米精神加工产品 带动农文旅人和发展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产业增值 农民征收 农业征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